1. 林影寺草木兰卖号 林影寺服战队的大唐剑星老板 手握17段专用双剑 也就是玩家们口中的草木兰 已经开始对外出售权号 2. 伦总淘汰神佑三叠弓箭 伦总在雨岛的法系号 有一把160级的神佑加琴音三叠弓箭 近日他又秘密更新了一把新武器 开始将这把武器对外出售 3. 伦总打成11级静台死法 伏战大佬伦总又打成了一只11技能的静台死法魔童 技能组合很完美 接下来他可能会给这个宝宝打上神马受决 4. 屈腹孔庙淘汰实际地厅 屈腹孔庙服战队持续更新 宝宝质量持续上升 又一只实际能地厅被他们淘汰卖出 指挥RT在直播中表示 团队老板目前更新的热情非常高 2023年屈腹孔庙将会拿下更多的冠军 5. 石虹静台死法15万交易 欺诈老街武装浪总的石虹静台死法童子 最终以15万元的价格卖出 如今的175不战老板 除了地厅和失秘之外 其他宝宝都在追求静台技能